最近大雨一直来袭 当你在行驶的时候呢 看到前方的道路被水淹没了 你到底过还是不过呢 修车师傅温永发就表示 只要水深的位置 没有到达车大灯的位置 那再加上有技巧性的采油 你也可能有安全的通过这道水路 尽量采少少油哦 不要采太大哦 定制那油哦 肯定可以过到哦 最好是定制一个芽哦 如果是手芽是二度芽是三度芽哦 虽然如此 温永发表示 如果车子泡在水中熄火了 车主最好不要重启车子 否则水涌入车子的心脏 也就是车子的引擎和电板后 车子就会报销 无法维修 他指出 只要水没有透过车门缝 渗透进车内 车子就还有救 若是你觉得你的车要失火 你就快快失火 不用等了 你失火了 你等多车 拖回去哦 你不要再打招了 如果是你再打招 分分钟会有问题 除非那水已经没有咽鸟 已经完了啊 你就有机会再打招 温永发表示 泡在水中的车子 送往维修车厂 最快也需要三天的时间 才能维修好 不过他表明 被水浸泡后的车子 就算修理好后 难免会留下后患 因此需要持续的维修保养 八度空间邓颖会 八达林赛也报道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